共产党的银行都会破产 在美国纽约的中概股都会消灭 中国的房地产会崩塌 基于什么 基于就是一个核心的原因 这是一个虚假的 对人类无益的 对中国人民没有任何好处的 一个自杀式的 自割子宫的 叫子宫经济 和根本原因 是中国的所谓共产党 一党执政 独裁执政 以黑治国 以贪治国 以道治国 以假治国 以骗治国 那今天在这些现象里出现了没有 还不够是吗 那不够 银行现在是圣经银行 我最早说的 南京商行 河南商行 包头商行 哈尔滨商行 咱都别说了 招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行 农行 招商银行 如果没有 共产党这个流氓被出的话 它破产已经一千次了